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式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概率有关的内容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假设函数F等概率随机返回一个在0和1范围上的浮点数 那么我们知道在0到X区间上的数出现的概率为X 那么给定一个大于0的整数K 并且可以使用F函数 请实现一个函数依然返回0到1范围上的浮点数 但是0到X区间上的数出现的概率从X调整为X的K字方 我们先来看看怎么把在0到X区间上的数出现的概率 从X调整为X的平方 做法其实只用调用两次F返回较大的那个数即可 那么解释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调用F两次最终返回的较大的数 仍然是0到X区间上的数的话 那么两次调用的F的返回值都必须落在0到X区间上 否则就会返回大于X的数了 所以概率就为X的平方 那么同理如果想让区间0到X上的数返回的概率是X的K字方的话 其实我们只用调用K次F这个函数返回值返回最大的那个数即可 给定一个长度为N且没有重复元素的数组array和一个整数M 实现等概率随机打印array中的M个数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这里我们直接给出一种代价很低的方法 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在array0到N-1中随机得到的一个位置A 然后打印arrayA 然后把arrayA和arrayN-1 也就是数组的最后一个数进行交换 那么接下来在array0到N-2中随机得到一个位置B 然后打印arrayB 因为打印过的之前的arrayA已经被换到了最后的位置 所以这次打印就不可能再次出现了 接下来就是把arrayB和arrayN-2交换 依此类推直到打印M个数即可 那么总之是把随机选出来的数打印之后 再把打印的那个数换到范围中最后的位置 再把范围减小 这样就使得每次打印的数下次不可能再被选中 直到打印的结束 那么很多有关等概率随机的面试题 其实都会利用这种和最后一个位置进行交换的做法 希望这种小的技巧能够引起我们观众的重视 有一个机器按照自然数序类的方式突出球 一号球二号球三号球等等 你有一个袋子 袋子里最多只能装下K的球 并且除了袋子之外 你没有更多的空间 一个球一旦决定扔掉 就不可能再拿回 请设计一种选择方式 使得当机器突出地N号球的时候 你袋子中的球的个数是K个 同时可以保证一号球 到N号球中的每一个被选中的概率都是N分之K 那么我们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有一只能装下10个球的袋子 当吐出100号球时 袋子里会有10个球 并且一号球到100号球中的每一个被选中的概率都是10% 然后继续吐球 当吐出1000个球的时候 袋子里有10个球 并且一号球到1000号球中 每一个球被选中的概率都是10% 继续吐球 当吐出I个球时 袋子里面依然有10个球 并且从一号球到I号球中的每一个被选中的概率都是I分之10 也就是随着N的变化 一号球到N号球被选中的概率也都动态的变成N分之K 这道题的核心解法就是蓄水池抽样算法 我们先说这个算法的过程 然后给出证明 步骤一是 如果处理一号球到K号球时 我们直接放入袋子 步骤二 处理到I号球 这里面I大于K 处理到I号球时 以I分之K的概率决定是否将I号球放入袋子 如果不决定放入 就直接扔掉I号球 如果决定放入袋子 那么就从袋子里的K个球中 随机选择一个扔掉 然后把DI号球放入袋子 步骤三是 处理I加1号球时 重复步骤一和步骤二 一直这样重复下去 刚才我们介绍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过程就能够保证 从1号球到N号球中的每一个被选进袋子的概率 都是N分之K呢 以下是证明的过程 假设DI号球被选中 并且此时I是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K的 那么在选K加1号球之前 DI号球留在袋子中的概率就是1 在选K加1号球时 什么样的状况下 I号球会被淘汰呢 只有决定将K加1号球放进袋子 同时I号球在袋子中被选中 并且决定扔掉 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时 DI号球才会被淘汰 也就是说DI号球会被淘汰的概率是 K加1分之K乘以K分之1等于K加1分之1 所以DI号球留下来的概率就是1-K加1分之1 也就是K加1分之K 这个就是从1号球到K加1号球的过程中 DI号球留下来的概率 那么在选DK加2号球时 什么样的情况下 DI号球会被淘汰呢 只有决定将K加2号球放入袋子 同时袋子中DI号球被随机选中 并且决定扔掉 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时DI号球才会被淘汰 也就是说DI号球会被淘汰的概率是 K加2分之K乘以K分之1 等于K加2分之1 那么DI号球留下来的概率就是 1-K加2分之1 也就是K加2分之K加1 那么从1号球到2号球的过程中 DI号球留在袋子中的概率就是 K加1分之K乘以K加2分之K加1 依此类推 在选DN号球时 从1号球到N号球的全部过程中 DI号球最终留在袋子中的概率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式子 化简之后为N分之K 按照同样的方法 假设DI号球被选中 并且I大于K小于等于N 那么在选择DI号球时 DI号球被选进袋子的概率是 I分之K 在选I加1号球时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DI号球会被淘汰呢 只有决定将I加1号球放进袋子 同时在袋子中 DI号球被随机选中 并且决定扔掉 那么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 DI号球才会被淘汰 那么DI号球会被淘汰的概率就是 I加1分之K乘以K分之1 也就是I加1分之1 那么DI号球留下来的概率就是 1-I加1分之1 也就是I加1分之I 那么从I号球被选中 到I加1号球的过程中 DI号球留在袋子中的概率就是 I分之K乘以I加1分之I 和刚才的分析过程同理 每一次处理球的时候 DI号球都会有被淘汰的可能 当然也能算出留下来的概率 当处理完N号球的时候 I号球依然没有被淘汰的概率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式子 化简厚为N分之K 那么我们已经说明 I在小于等于K 还有I在大于K的时候 都是这个概率 所以证明该方法有效